很多鱼友会好奇,鲸鱼在什么时候会繁殖,一年会繁殖多少次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详细聊一聊有关鲸鱼繁殖的冷知识 以难受态势为例,鲸鱼的自然繁殖时间是每年春季的3到4月份 秋季的9到10月份,两个繁殖周期 因为3、4月份和9、10月份气温在20度左右,并且早晚温差比较大 鲸鱼在舒适的水温和足够的温差情况下会促使它们发情追尾产生繁殖的倾向 春季3到4月份繁殖最佳,因为这个阶段气温会逐渐升高 在高水温的环境下,我们不仅能够获取到天然的鱼虫 而且鲸鱼生长的速度也会更快 虽然9、10月份也是鲸鱼繁殖的季节 但是大部分鱼场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繁殖 因为从10月份之后气温逐渐降低 不仅不能获取天然的鱼虫 而且加温的成本也会更高 听完这些,我们应该知道了 鲸鱼的繁殖受季节的影响 那么季节的变化主要受气温的影响 所以气温直接影响鲸鱼的繁殖 说直白一点,就是只要饲养鱼缸的水温和室 鲸鱼一年四季都可以无休止的繁殖 经常看我视频的鱼友应该都知道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繁殖玛丽苗 之所以它们能够持续繁殖 是因为我的饲养水温是25度左右 并且我会在规定的时间 大换水造成温差来刺激它们繁殖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人为的控制鲸鱼繁殖 好了,关于鲸鱼的繁殖 你学会了吗?